好 姐姐 姐姐 你不要害怕 你不要害怕 兩姐弟手拿失毛巾捂住口鼻 蜷縮在陽台不停發抖 一邊大聲呼救 因為爸爸還沒討出來 姐姐 裡面還有人啊 有我爸爸 警校人員安撫姐弟情緒 同時抓緊時間 要找到突破口 破門搶救 鏡頭回到公寓正面 只見舉紅色火蛇從窗戶竄出 濃濃黑煙直衝天際 火瞄還波及到四樓遮雨空 這裡是臺北市信義區 和平東路三段 十號清晨六點多 公寓五樓穿出火鏡 他門踹不開 我就看到門縫已經有火到 已經到門邊了 附近鄰居從睡夢中驚醒 立刻打119求助 警銷道場將這對小姐弟 從五樓後側陽台救出 兩人私立逃生 嚇得不輕 被送到醫院觀察後 十一歲的姐姐好不容易冷靜下來 向警方透露 當時爸爸在五樓做早餐 不知道為什麼就突然起火 他和弟弟被爸爸叫醒 要他們趕快逃生 姐弟倆立刻躲進五樓後陽台 家屬事後表示 爸爸一次是為了搶救愛貓 才又跑到六樓頂家 被發現的時候已經是一具腳石 在頂家 不幸發現一位男性罹難者 是小孩的父親 出戰了這個十三人 父親的話在五分埔 好像在賣衣服 然後媽媽的話都長期待在國外 然後就是小孩 就是都跟爸爸一起住 死者弟弟接獲二號來到現場 數度潰堤 平常哥哥都會親自送小姐弟上學 到底是什麼原因引發大火 讓一家人聽人用歌 還要再調查 現在小姐弟則交由阿嬤照顧 但失去父親的傷痛 恐怕沒辦法這麼快平息 華視新聞李明薇 廖一廷侯正倫台北報導 哈囉我是林仙怡 想要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 也不要忘記收看華視新聞雜誌哦